统计表明95%的人只能想到增加 这样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不变 如果你两个都想到了 这说明你逻辑思维缜密非常的好 但没想到也可以原谅 我们不要巧每个人都达到那么 那么周密的程度 一般来讲也就教逻辑教了三年以上的老师 教得有点神志不清 教得人跟机器实在 你都不敢跟他讲话 你知道吗 教三年逻辑的老师现在幸亏取消了 要不他们不一定变成什么是吧 继续教不一定变成 教三年逻辑的老师你都不敢讲话 你一说话随便一说他就叩打住 然后给你挑出三个逻辑错误了 那你不敢再说话了 你们逻辑老师是谁啊 就阿刘老师就是教逻辑的一样 张维东 张维东还是正常的一个好东西 张维东教的时间不是那么的长 就比他还少了教逻辑 张维东过去也教逻辑的吗 转行教阿刘老师几乎都是教逻辑的转的 是吧 我们写作考的也是逻辑嘛 阿刘老师就是教逻辑之后的 是吧 张维东老师很正常 以前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他有往那个方向去的那种 当然 那还算正常 以前有比他更早的那些 这休息室平时碰着不说话 我们看了罗基老师教三年以上不说话 先麦人点点头 你好是吧 有时候你好都扯了 他说你是不是知道我好呢 这是什么感觉 你还讲话了 现在点一下 到时候再充满笑意的感觉 很紧张 你只要想到增加就行了 想到不变是你本事 想不到没关系就想增加 我们现在在第二部分去找增加 A 上升升级 这是增加的感觉 后选 B 静止 中止 停滞 这是不变的感觉 那么我们刚才要找的是增加 现在B看到不变 选不选啊 选不选 我才说了 你两个都想到了是最好 但是没想到原谅你 现在看到B 是不是应该被他提醒了 怎么能不选呢 这道理就像是你憋了 满脸不红 像一匹野马一样 在马路上 闻松直撞 找厕所 变坏了 突然迎面 你做麦当劳 哈哈 不是厕所继续跑 他就活该里面 裤子就够了 这不废话吗 你找的是不是麦当劳 不是 但你看到了 是不是被提醒了 这里有厕所 又干净又免费 你明白了吧 我跟你讲的这么啰嗦 是模拟上了考场真实的思路 不是空格 就是减少统计表明 绝大多数人想不到不变 只想到增多几种可能性 实际是有两种的 你只想到一种就可以了 找你 3 4 6 6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